香港的特种部队剧中偷渡到澳门调娼 在调娼的过程中还遇到了警察扫黄 这部电影诞生的时间是香港情色电影喷波而出的那段时期 导演们总是喜欢在情色电影中穿插着有情有义的深度内涵 最让人喜欢的莫过于夜总会里的那些妹子 颜值一个比一个高 而且还特别温柔 简直是很多男人的梦中天堂 甚至有人呼吁把这部三级片的镜头剪辑一些 搬到订阅上映 这个想法估计有些痴心妄想了 今天由我带你快速了解一部香港特种部队的电影《飞虎出征》 这家珠宝店是香港名流汇聚的地方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大佬带着小三或情人来这里购买奢侈品 就在这些优雅人士挑选商品的时候 珠宝店内突然冲进来了一个劫匪 一个人拿着枪就让几十个人不敢反抗 就连保安都猥琐在一旁 劫匪长得一副死宅男的样子 而且年纪也大了 不知道还能活多少年 就这体型抢到了钱也跑不远 可能是生活太过绝望 所以才选择这条路 很快案件的消息就传到了警察局 警察把这家店包围了 并且派出了谈判专家跟劫匪对峙 可这名劫匪却劫持了人质 不得不说劫匪还是很有眼光的 抢劫都不忘占便宜 他手中的人质 是今天里长得最好看的一位 警察跟劫匪相持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 就打电话给飞虎队请求支援 阿文非常开心他是飞虎队的队长 因为最近考核比较严格 局局成绩来证明自己的队伍 接到消息之后阿文带着队伍就杀到珠宝店了 可阿文刚赶到现场 劫匪这边却发生了搞笑的一幕 枪还在手里 弹匪却从枪里掉出来了 子弹洒落一地 不是说枪的质量不好 这根本就是一把玩具枪 然后劫匪非常实时务的投降了 看来他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个道理 做劳比下地狱可强的多了 警察不屑一顾的把全副武装的阿文他们赶走了 说劫匪已经被他们拿下了 阿文心里很失望 立功的机会没了 阿文是香港飞虎队的精英 因为成绩比较优秀 很快就成了队长 可生活总不会那么顺利 因为在选拔中的表现很差 阿文的上司就觉得阿文是个废物 甚至觉得阿文的这个队伍都是废物 因为其他的队伍跑完十公里不需要半小时 阿文的队伍就像老弱病残一样 别说半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估计都跑不完 实战不行 体能测试也不行 警察局里面养这么多废物 压力也很大 上司还跟阿文说 你对我里面那个打狙击的阿强 早就觉得飞虎队太垃圾 私下跟我说过 想去隔壁的战狼队 阿文觉得尊严受到了打击 为了重振士气 他决定开展一次非常特殊的任务 你以为是外出接拿汉匪 那你就太小看香港的编剧了 阿文给队员的任务是 他们将一起到澳门去嫖娼 并且还要偷渡过去 不能被别人发现 别人家的飞虎队都在外面搞枪战 阿文这个飞虎队倒是特殊 估计在全世界也没有特种部队会执行这样的任务了 说干就干 没有哪人会拒绝这样的事情 为了有一次良好的体验 几名队员到药店购买能够增强个人能力的药品 诸如印度神游金枪不倒之类的东西 老板还拿出了镇店之宝女剑筹 准备完了这些 很快他们就到海边开始偷渡 为了安全 几个人还将证件以及钥匙财物 全部交给阿亮保管 一行人坐上快艇就出发了 毕竟都是专业的 很快他们就赶到了澳门 快马加鞭的找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家KTV 用夜总会来形容更合适 放在古代就是青楼 不得不说这家夜总会的服务确实不错 面前震了一排身材火辣的妹子 让他们挑选 这些飞火队队员们 也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妹子 一切都很顺利 不过队员们有些紧张 不知道该从哪一步开始 倒是队长阿文特别老练 房间里叫来了好几个妹子 然后开始指导妹子如何服务她 指导的过程中 还让一名妹子先展示自己的口气 一看就是老江湖了 就在大家准备舒服的时候 意外突然出现了 澳门这边的警方突击查证件 可是这些人的证件 全部都放在了车上 没有随身鞋带 他们只能穿上裤子跑路 不得不说阿文这个队国被人骂垃圾 是有道理的 堂堂飞火队的警队精英 居然被扫黄的警察给抓了 几个人被警察带到了警察区 人要脸书要披 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 自己在香港的真实身份 这要是传回去 可是会出大事的 可是不说出真实身份 又没有办法被释放 所以这些人就被扣押在了警局 警察们需要等第二天 详细调查之后再做处理 这个时候 飞火队终于展现了 属于他们的职业素养 在阿文的带领下 他们把空调给拆了 成功从警局里逃了出来 现在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赶紧偷逗回到香港 这辈子也不想再嫖娼了 但这个时候意外又发生了 负责保管现金的阿廖 居然把所有的现金 全部忘在了叶总会的房间里 真的很好奇 这些人是怎么当上飞虎队的 难怪香港的经费片那么多 警察要都这么废物 肯定会让汉匪生销 无奈之下 阿文又带着队员回到了叶总会 在房间里找了大半天 根本找不到遗留的现金 估计是已经被人拿走了 就在几人无奈的时候 闯门声又响起了 俗话说得好 人倒霉的时候都是成堆的 他们居然又遇到了扫黄的澳门警察 飞火队的队员们再一次被堵在了房间里 好在带他们进来的妹子跟警察撒了谎 成功把警察给挥有走了 找不到钱就没有办法回香港 因为钱是阿亮搞丢的 所以大家就决定让阿亮去找他爹要点钱 因为阿亮他爹就在澳门 但是阿亮不愿意 估计是父子关系不和谐 这下还是因为嫖娼把钱给搞丢了 阿亮更不愿意了 但是阿亮想到了歪点子 他决定带着自己的飞火队员们 去老爹家偷钱 虽然想法很不错 可是架不住队员们都是废物 结果套装兵在偷钱的时候 又被阿亮的老爹抓到了 阿亮跟老爹大吵了一架 老爹非常生气的把阿亮 老子在澳门住了半年多了 你都没来看过我 现在突然出现居然是来偷钱 会养条狗都比养个儿子强 可能是阿亮一气之下说话太难听 把老爹给气得心脏病发作 送到了医院 但也不是没有好处 阿亮借着这次机会 跟自己的父亲重归于好 嫖娼的事情算是混过去了 阿文却在路边看到了自己的前妻 正挺着肚子 被一个笑白脸抱着逛街 阿文在屁股后面 一直跟着前妻两人到了茶馆 眼睛死死盯着前妻的身子 看来他们两个人离婚的时候 还没有到七年治痒的地步 不然也不至于这么色眯眯的看着前妻 阿文看着看着 还直接坐在前妻面前 跟前妻吵了起来 两个人越吵越凶 前妻也说出了跟阿文离婚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阿文一直都不尊重别人 前妻实在忍受不了阿文的这种性格 阿文的队友也在一旁聊起了八卦 阿亮说阿文跟前妻离婚 是因为床室不协调 阿文当飞虎队这么多年 头上一直都戴着头套 可回家之后 媳妇因为不想要小孩 就必须让阿文带小雨伞才能碰她 阿文每次都找各种借口逃避这种措施 因为她再也不想给自己的任何一个头上带东西了 所以阿文的妻子才会觉得阿文不尊重她 阿文这边也在质问前妻 为什么现在怀孕要小孩了 前妻跟阿文说 你之前那么多次没做安全措施都没中 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一次就中了 我也没有办法 怀孕了又不能打掉 我可是个好女人 旁边的男朋友听完也在骄傲的时候 自己体内的小蝌蚪质量好 阿文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前妻居然还没有跟身边这个小白脸结婚 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孩子 全家才没有离开 阿文恼羞成怒 当初就应该强硬一些 让媳妇怀孕 这样就不用离婚了 看来还是太尊重眼前这位前妻了 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争吵 很快阿文就跟自己的队员们离开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几个人终于坐上了回香港的快艇 下了快艇之后 他们距离警局还有20里的路 此时距离上班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如果迟到了 再加上最新的表现差 肯定会被处分 有些队员提议在这里等出租车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出租车太少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文像是突然长大了似的 开始劝身边的这些队员跑过去 只要能在半小时内跑到警察区 那么他们的体能成绩就可以达标 听完了阿文讲话 队员们像被打了鸡血一样 撒压的就在路上狂奔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逃犯呢 半小时的时间到了 几个人累的爬在地上看着标 他们没迟到 一股自信从体内油然而生 阿文仰天长小 以后谁敢说我们飞虎队 半小时跑不完20公里 之后他们再次成为了端庄的飞虎队警员 守卫着整个香港的安全 看来维护香港稳定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人离退休还很远呢 在这里也为那个时候的香港老百姓祈祷 影片的结局还有几个彩蛋 阿良的父亲被他去的住院 在医院里他们的关系更和谐了 原因就是两人在聊天的时候 发现他们去的夜总会居然是同一家 父子两人笑着说 等出院之后要去搞一次亲子活动 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 几个人在澳门嫖娼的时候 最紧张的这名警员 居然爱上了当时他房间里的妹子 妹子也不远万里跑到了香港找他 还在这名警员的家里当一名培训员 从父位变成了白嫖 至于培训内容 就是教导他如何从一个男孩变成男人 看来他才是整部影片最大的赢家 因为有句俗话叫 宁取从凉器不取出墙器 他们两个人的婚后生活肯定特别幸福 而且这样的媳妇花样也多 看来要卖点不要吃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的电影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哦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